小明是一個有禮貌的孩子 他從小就被教導 如果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時候 如果看到老人家 因為他們的體力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要讓座給這些老人家 那如果看到肚子裡有寶寶的媽媽呢 為了寶寶的安全 所以我們要讓座給他們 如果你看到身體行動不方便的人 也要讓座 而且禮讓座位給老弱婦孺 才是有愛心的喔 那小明就一直遵守著這個教導 有一天小明搭上一班公車回家 他看到一個年輕人坐在不愛座上面 而且這個年輕人前面就有一個老人家站著耶 他心裡頭都想 這個人怎麼沒有讓座的老人家 真是沒有愛心 我們這裡先暫停一下 沒有讓座就是沒有愛心嗎 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請你先看一些例子喔 你知道樂透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去牽這個樂透 就不會中頭獎 這是肯定的嘛 那反過來說 如果你去牽了樂透 你是不是就一定會中頭獎呢 相信這個答案也一定是否定的喔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常常會發現這種錯誤的推論 像是有人說吃碳水化合物就會變胖 那所以反過來說 我不吃碳水化合物就會變瘦嗎 你會發現啊 生活當中常常有一些這種錯誤的推論 那到底什麼是合理的推論啊 今天我們要談的邏輯原則 可以幫助我們做一個合理的推論 我們再看一個小明的故事吧 有一天他又再度搭上公車回家 他在公車上呢向外看 看到一隻豬 他就想啊 若這是一隻正常的豬 則他有四隻腳 我們都知道這句話應該是成立的對不對 那請你來推論一下喔 藉由這句話的成立 下面哪一個敘述也會成立呢 這裡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若是一隻正常的豬 則有四隻腳 但若不是一隻正常的豬 則沒有四隻腳 這是正確的嗎 依照我們的生活經驗你可以知道 比如說一隻貓或一隻狗啊 他也會有四隻腳 所以啊這句話是不成立的 同樣的 若有四隻腳 則是一隻正常的豬 這句話當然也不成立啊 因為四隻腳的有可能是貓 可能是狗嘛 不過 若沒有四隻腳 則不是一隻正常的豬 這句話就成立喔 因為啊 一隻正常的豬一定有四隻腳嘛 那你看到一個沒有四隻腳的動物 基本上他就不是一隻正常的豬喔 這裡有什麼邏輯原則存在呢 若是一隻正常的豬 則有四隻腳 這句話有兩個敘述 第一個敘述是若 第二個敘述是則 這兩個敘述呢也存在著因果的關係 第一個敘述代表著前提 第二個敘述代表著結論 如果前提成立啊結論也就會成立 所以這句話是說 如果是一隻正常的豬 也就是前提成立的狀況下 那就會有第二個敘述的結論 就是 則有四隻腳 這件事也會成立 像這樣有前提結論關係的敘述 我們會將前提設為P 結論設為Q 我們稱為 若P則Q 若P成立 則Q也成立 那若P則Q可以經營出什麼樣的推論呢 我們再回來看看豬的這個例子 若是一隻正常的豬 則有四隻腳 我們可以推論出啊 若沒有四隻腳 則不是一隻正常的豬 也就是當結論不成立的時候 沒有四隻腳 前提也不會成立 就不是一隻正常的豬嘛 所以我們稱為 若非Q則非P 我們做個小總結喔 若P則Q 這件事情可以讓我們推論出 若非Q則非P 最後我們回到讓座這個問題吧 你讓座位給老弱婦孺 才是有愛心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敘述改成為 若你讓座位給老弱婦孺 則才是有愛心 那根據這段敘述 你可以推論出下面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呢 不要忘記 若P則Q 可以推論出的是 若非Q則非P 所以是啊 若沒有愛心 則不會讓座給老弱婦孺 這樣你知道小明的思考邏輯問題出在哪裡了吧 當你看到一個人沒有讓座 你是不能夠推論出他是有沒有愛心的喔 有可能這個人他身體不舒服 也很需要這個座位也說不定嘛 今天這門課就先到這裡囉 我們邀請你繼續練習這樣的邏輯思考 會提升你思考的能力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